這 本王看見你是放在心 今日全當本王是主席 我媽 本王不想再看見你 王爺 你呢 從今日開始 你禁祖王府偏远 没有本王的允许 不得外出 我却会一夜接受冒进了 阿娘今天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锦馨 外面的热闹和我们没有关系 今日王爷迎娶侧妃 侧妃贤良淑德菩萨行长 特请王爷允许王妃到前厅吃杯喜酒 恭喜王爷抱得美人归 本宫就不去了 这是王爷的命令 王妃天亮着点 请行啊 乖乖在屋里待着 不准惹事 东东的 从本宫换身于是 那苏青蓉又肥又重 性格又奸恶的 你非要拜他做什么 姐姐是正肥 我过门 理应给姐姐敬茶的 正肥又重 听我的姐姐说如牛 又黑又重 苏青蓉 今日便是你的死去 这个莫菲就是传闻中的王妃 胡说传闻中的王妃又丑又胖 怎么会如此清诚绝色 这位宾客 是何人呢 我是王爷叫我来的 听闻侧妃 要给我的正妃敬茶 你是苏青蓉 姐姐 请喝茶 茶 我喝了 祝王爷 报得美人归 赏雪 前妻告退 苏青蓉 本王还未准你离开 在青蓉 是 我 我 蘇青蓉 我看你 我只放了 自日全當本王是寵信的一隻孤 滾吧 麻煩人的快點 滾到 小臣風 如果有下一世 我們不要再向前了 這毒藥 怎麼弄得我渾身骨頭疼 死了也能感到疼嗎 這是何處啊 我 我沒死 這是何處 我 我沒死 姐姐 明明是你要推我下樓梯 我太害怕了這才躲開了 沒想到你從樓上摔了下去 是你要害我 閉嘴 本宮耳朵有洁癖 聽不得惡犬亂吠 蘇青蓉 你害人不成 反倒害己了 真不知道奶奶 怎麼會看上你這種蛇蟹女 警醒 警醒 我兒呢 什麼警醒 你兒 你是摔傻了 還是在裝啊 你跟我哥剛結婚 哪裡來的孩子啊 大膽 我乃堂堂 震王府震王妃 豈容你造謠污蔑 大家都別吵了 病人需要休息 夫人 我再給你檢查一遍吧 大夫 我這實在頭疼得起 就勞煩你 幫我找一下警醒好嗎 是要好好檢查一遍 樓梯的監控壞了 沒有拍到你退學營 倒是拍到了 你摔下樓梯 你 有什麼想跟我說的 陳鋒哥哥 你不信我 沒讓你說 王爺 紅仇白雪之後 世間再無戰王妃 只有我蘇清容 你我再無瓜葛 兩不相遣 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傳樂曲看多了吧 启禀王妃 現在是公元2024年 二十一世紀新時代 二十一世紀 大夫 你說的 我怎麼都聽不懂啊 哥 你老婆 你老婆 是不是腦袋睡傻了 閉嘴 老婆 本宮正直妙齡 咱就成了你口中的老婆婆了 本宮正直妙齡 咱就成了你口中的老婆婆了 蘇清容 我跟陳鋒哥哥青梅竹馬 他是看在蕭奶奶的份兒上 才娶你的 他真正愛的人是我 那又怎樣 現在蕭家紹夫人是舞 蘇清容 你去死吧 我居然 穿越到了一千多年後的性命 你真怎麼辦 我的小孩怎麼死 陳鋒哥哥 我真的沒有要追蘇姐姐下樓梯 是他要推我 那他為什麼推你 我也不知道 可能 蘇姐姐她不喜歡我吧 你怎麼沒在房間裡好好休息 蘇姐姐 蘇姐姐 你就這麼討厭我嗎 既然你非說本宮推你 那本宮當然要落到實處 不能把你推下樓梯 推到地上也罷了 陳鋒哥哥 我 這裡是蕭家 她是蕭太太 在這裡 她想做什麼都可以 你不過就是個小妾吧 不懂規矩 本宮就教你規矩 還不快滾 陳鋒哥哥 那我先走了 坐吧 有什麼事要跟我說 不用了 我說兩句就走 小丞鋒 我要和你和離 和離 什麼意思 你要跟我離婚 小丞鋒是 和離做離婚 對 我要和你離婚 為什麼呢 我不愛你 這一世 無法再和你做夫妻 你也不愛我 正好成全你和薛瑩 我和薛瑩那是 我不同意 你要是敢跟青蓉離婚 我就把你逐出家門 你就不再是我的孙兒 你 青蓉 辛苦你了 奶奶 我沒打算要離婚 嗯 青蓉啊 你想跟陳鋒離婚 就是你的錯 你讓那個姓薛的姑娘 登堂入室 讓我們青蓉 坐樓梯上摔下去了 所以她才不想跟你過了 是不是啊 你 坐 小總 小太太 老太太檢查了 沒有什麼大事 為了保險起見 再觀察幾天 好 老太太有心臟病 血壓也高 受不了太大刺激 一定要注意 我知道 那小總 我先走了 有事件 再叫我 好的 你也聽到了 剛才醫生說了 奶奶有心臟病 不能受刺激 所以離婚這件事 以後就別提了 我不能答應 和離是一定要的 不過可以不是現在 等奶奶身體好一點了 我們再分開 就非有離婚 就這麼想跟我分開 是的 行 那既然這樣 半年 你繼續待在小家半年 當好你的小家少奶奶 這段時間 我會去做奶奶的思想工作 半年之後 奶奶身體也好轉了 到時候 離婚 半年 時間 能不能短一點 三個 不能 我說半年就半年 行不行 不許就別離了 好 就半年 空口無憑 等我們回去立下字句 白紙黑字 你不信我 不信 祖母 你怎麼樣了 只要 你不敢陳鋒離婚呢 那麼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以後啊 陳鋒要是在欺負你啊 你就告訴奶奶 奶奶幫你啊 揍他 這個桌子呀 是當年 我嫁給陳鋒爺爺時候的陪嫁 奶奶呀 把它送給你 不行祖母 這個太貴重了 拿著 別人想要啊 我還不給呢 陳鋒啊 陳鋒啊 青鋒帶著呀 肯定漂亮 是不是 你就收下吧 是奶奶的心意 明天 不是有那個慈善拍賣會嗎 你帶青鋒啊 一塊去 玩玩 好 這張臉 這張臉 竟然和我長得一模一樣 你是我的轉世嗎 真是很神奇啊 黃上駕到 皇上駕到 皇上駕到 皇上萬孫 小臉 小臉 你別叫了 我就放開你 大碗山呢 你鬼叫什麼 別人都酬醒 小臉風 你別叫了 我就放開你 小臉風 你叫個凍兔子 小臉風 我們還有半年才能不能 現在 我 還是你老公 怎麼沒聲音呢 你摔下樓梯的時候 手機摔壞了 我讓方助理 給你買了個新的 手 機 是何物啊 蘇慶蓉 你是真的摔傻了 還是在跟我演戲呢 你看 這是微信 我已經置頂了 這裡可以刷視頻 看新聞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和王爺合葬 你說什麼 啊 沒什麼 我也乏了 想先休息了 那你先休息吧 我還有工作要處理 挑一件喜歡的 和我去參加拍賣會 好 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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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賣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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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啊 很漂亮 走吧 陈锋哥哥 我也要去拍卖会 你带我一起吧 车坐不下 那我坐前面 也不行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我不能要 这是出席重要场合必备的 你想想 你堂堂肖家少夫人 穿得这么寒酸 若是再被媒体炒作一下 丢的可是我肖家的人 好吧 那我就待一会儿 等拍卖会结束了 我就还给你 我帮你吧 再晚你就要知道了 那多谢你 苏小姐苏小姐 您上周官方宣布单身 请问您跟肖先生的婚约 是否已经正式破裂 据外界传言说 您跟肖夫人感情不合 这次公开露面 是为了辟谣吗 配合一下 肖太太 不好意思啊 我太太呢 比较害羞 等稍等拍卖会结束 我会安排一个个人专访 现在嘛 麻烦让一下 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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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青蓉 我一定要你好看 没事吧 你 没事 这些小把戏 还真是玩吗 不好意思 这里有人了 陈红哥哥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听到的这个意思 肖总 太太 你 陈红哥哥 我的脚也扭了 都肿了 那要不 你截肢 下面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起拍价五百万 八百万 一千万 听说姐姐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肯定没参加过这样的场合吧 本宫见过的美朱斐玉 数不胜数 岂是你这样的小妾敢继遇的 下面是一把长命锁 根据专家鉴定 是千年前佛家宝物 静行 过来 来了 娘亲 娘亲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是娘亲 为你求来的长命锁 娘亲愿我们家景行 这一世平平安安 无望顺遂 娘亲 你也要长命百岁 福禄授权 好 姐姐 你看上了那把长命锁 我出价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小晨风 想要那把锁 你可不可以给我拍下来 你喜欢 无论多少钱 我都会还给你的 两千万两次 小晨风 求你了 无论你以后有什么要求 苏清荣 记清楚 你是我明媒证据的 萧太太 三千万 三千万 八千万 萧先生出嫁到八千万 八千万 八千万一次 他是出了八千万吗 八千万两次 陈锋哥 八千万三次 陈销 不好意思啊 他说 他喜欢 接下来的拍品 是一块古玉 起拍价 五千 小晨风 谢谢你 这八千万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不用了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有什么还不还的 你只需要记得 你刚才跟我说 以后不管有什么要求 都答应我 我说话算话 不过这个钱呢 我也是一定要还的 那随你了 方处理 你带夫人 去休息室休息吧 我待会做完 个人专访就回来 好的 萧总 那我走了 夫人 难道是你把我带到姓氏了 我知 你能再把我带到秦氏 找到景星 苏星荣 你是不是很得意呀 为什么不呢 今天我的夫君 为了我一致亲戚 我当然开怀喜悦 倒是你 看起来 脸色好像不太好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 让萧伯母知道 你让陈峰哥哥花了八千万 买这个破锁 有你好受 萧承峰峰才才说 我是他名媒正取的萧太 就算呀 我买一堆这样的破碗 也随我当心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在本宫面前撒影 你 你竟敢打我 本宫想打你就打你 还要管什么时辰吗 陈峰哥哥 苏姐姐又打我 没事吧 手没打通 回家了 萧太太 我听方处理说 今天你在拍卖会上 还拍了块股石 是的 一块玉石 价值一万块 我也会还给你的 随你 上次看着 还是会进行 也不知道 进行现在 你这么喜欢 看着落的话 下次有时间 我带你去看看 不必了 哇 夕阳可真漂亮 那 还是没有娘亲好看 嘴真甜 今天晚上 娘亲给你做糯米偶吃 好业 颜教授 你帮我看看 这个值多少钱 我是花大价钱买的 说是千年前的帝王 送给王后的定情信物 假值连城呢 我 我 我 你教授到底怎么样呢 就是快说呀 这个玉镯啊 是假的啊 虽然乍一看啊 跟真的差不多 哎 其实他就是人不合成的东西 最多万八块钱吧 什么 就值万八块 我可是花了两千万呢 妈 你还真以为自己捡到宝了 没想到上了个大的 白白损失两千万吧 哥 听说你今天花了八千万 给他买了个破产品锁呀 又是谁在你这嚼舌根子 你挣钱的贝识没有 花钱的贝识倒不小啊 母亲 这八千万 我一定会还给小乘风的 吃的用的穿的都是肖家的 还 拿什么还 就是 还真以为自己是贵族名流 前妻大小姐呢 还不是超我哥 我苏清荣 坦坦荡荡 这八千万 我一定会努力赚的 一定一文不差的 还给小乘风的 我说了不用了 我赚钱 我爱给谁花给谁花 妈 你看 奶奶竟然把月灼给她了 消 母亲 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我在拍卖会上看到的 很有收藏价值 所以特地拍下来送给您的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非要你送 我堂堂一个肖家主母 你竟然送我一个破石头 苏清荣 你诚心是恶心我 是不是你 别帅 别帅别帅 千万别帅啊 严教授 怎么了 这可是火针价石的千年古欲啊 价值连城 严教授 这个破石头能值多少钱 为了用金钱来衡量的话 我告诉你 最少价值 一个亿 一个一个亿啊 母亲 那我便上楼去休息了 你去休息吧 妈 妈 苏清荣 看上去哪里乖乖的呀 没有啊 乖好的嘛 这些首饰也都还给你 不着急 还有半年呢 先放在你那儿 有什么重要场合 你接着用 也好 还是我来吧 我先去洗澡了 你好像很怕我 没有 那你跑什么 我们俩只是协议夫妻 不用行夫妻之事 这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啊 晚上我睡舒服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借条 我已经签好名字了 你要是没有意义的话 你把名字签上吧 你非要跟我算这么清楚啊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更何况 半年之后 我们就合理了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当然要算得清清白白 那你刚才送我妈一块骨玉 价值一个亿 这么算我还道歉你两千万呢 不可 这块骨玉我已经送给母亲了 那就是母亲的东西 和你我之间的债务没有关系 可以了吧 拿走 还有这个 这又是什么 你看一下 没有意义的话也把名字签上吧 我当然有意义了 你忘了 你今天拍卖会跟我说的 以后不管我有什么要求你都答应 呃 对 但是前提是我能做到 那你若是要天上的星辰 我就树南从命了 那你就放心吧 你一定办得到 把这条也夹上吧 我 拿走拿走 谢谢啊 唉 唉 嫂子 你 你是 嫂子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我你都不认识了 啊 对 唉 唉 是 是还有点困难 困难 没睡醒 赶紧吃点东西 清醒清醒 唉 嫂子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是为了我的八千万俱额债 嫂子 你是不是生命了 没有 我只是 有点焦虑 焦虑 我知道了 一定是待在家里快发霉了 我哥那个工作空母 也不是陪你出去转转 唉 你这样 我等会去片场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转转 散散心就不焦虑了 其实吧 我是想赚钱 赚钱 嫂子 你缺钱呀 你缺钱我给你转呢 好啊 那你给我转八千万 八万块钱你可以找我 但是八千万 你得找你老公 唉 就是欠她的钱 嗯 什么 嗯 嗯 你知道 怎么能在半年之内 赚到八千万吗 我直言一句 就你这形象 放在娱乐圈 吊打一线女明星 吊打一线女明星 什么意思啊 哎呀 现在一线女演员的片酬 高达一个亿啊 演员 你的意思是 戏咋 哎 嫂子 你别这么看不上演员 我跟你讲啊 这一行 可不是谁都能进的 我要跟你去剧组 我要跟你去剧组 你真要去啊 我哥要知道我带你去剧组 会把我留放到撒哈拉拍纪录片的 好 嫂子 你跟之前可完全不一样了 算是涅槃重生吧 好 走吧 可我看着你眼睛 像太阳 像 星星 时间一瞬间 传定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有什么事 明天上午继续 这是萧总 第一次中途离开会议吧 这么着急 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了 不知道 小心小心 真一起失戏的 我带你看看 啊 哎 芊芝 空的找你 老子 我先过去一趟 好 你自己来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转转 那你别出去转了 这里都来试戏 人多眼搭的 过去了 走 哎好 快 苏姐姐 我以为眼花看错了 竟然真的是你啊 你还是别叫我姐姐了 听着怪不舒服 我可没你这么阴阳怪气的妹妹 哎 哎 徐老师 给您试戏了 苏金龙 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好 连什么三角猫都想当大老虎 好啊 那我就在这等着 看看你是不是雷声大鱼点小 自己倒成了漂亮小主 哼 王爷 不是您叫我来的吗 我来是想恭喜王爷 报得美人归 三年未见 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我此知是罪臣之女 今日必死 看 演的什么玩意儿 我要的是湛王妃 不是怡红院的老宝子呀 宏导 要不我再试一次 我一定能演好的 你下去吧 你烂泥符不上墙啊 我可是薛家大小姐 你爱谁谁 演不好滚犊子 别耽误时间 下一个 好 演的真好 你笑什么笑 有本事你去演啊 导演 导演 能让我试试吗 去试试 那如果试上的话 有银子 片酬吗 那必须的 如果你能试过 我 片酬随便开 这个是剧本 好好琢磨琢磨 一定要演好 我现在脑袜都崩滚了 整个人都要裂了 好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那先让我换身衣服 加油 疯了 她是我家大嫂 你大嫂 张王虽然 自信里的那个女 就和我全身不说用意了 导演 搞错了 这是萧家的少奶 什么爷爷奶奶 你给我滚一边去 全场准备 什么 什么 哥 你怎么来了 闭嘴 王爷 不是您叫我来的吗 恭喜王爷 抱得美人归 三年未见 早已误是人非 你我年少时相识的那点情分 早在我向皇上跪求你娶我之时 消磨殆尽 皇爷 你可真有能将带毒的乌头锦放入我的唐咬之中 我 我早已不拒绝 我早已不拒一丝 我早已不拒一丝 情世 不过是想同王爷说一句 谁 若有来生 福福相ся 一大 未备 也不拒 你不拒 寶寶 看見了愛意的寶寶 去 有你是我的天堂 沒有你是我的天堂 好 顾的 万人顾的 这就是我要找的女演员 你就是我的女一号 Oh my god 你是我合作过最优秀的女演员 这部戏就是为你描写打造的 傻 导演 那您之前和我说的 只要我实习通过的话 片酬随我定 还做数吗 算数 必须算数 一定咋的让你满意啊 这是萧家的烧奶奶 萧家尿爷的那个萧家 萧氏集团的萧陈峰 你怎么不怎么说呀 我之前跟您说过 但是您说您就要她 不管她是谁的奶奶 萧夫人 您出来拍戏 萧总同意吗 不用管她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不准 不用谈了 她不谈 哥 咱能不能别这么独权了 嫂子演得挺好 你不是没看见 闭嘴 你的账 我待会儿再给你算 萧陈峰 我自己的事情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那你知不知道娱乐圈的水有多深啊 像你这种细皮嫩肉看上去好欺负的 能把你砍得连骨头都不舍知道吗 哦 那是我考虑不周了 那我们回家再演 陈文哥哥 我实习被导演刷掉了 你能帮我进组吗 薛音乐 我只有飞飞一个美 以后你不要再美天哥哥 我跟你 还没输到这个程度 不会啊 成功哥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一直都很照顾我 关心我的 我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要是没有苏清荣插足 我肯定会嫁给你的 你说谁插足呢 苏清荣这个贱人 薛音乐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说他一次 我今天不介意打女人 我会帮你 完全就是看在薛老爷的情分上 是他临终之前拜托我照顾你 我不好拒绝帮你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娶苏清荣是逼不得已的 陈风哥哥 没关系的 我可以等你 等到你离婚了 我就嫁给你 薛音乐 你给我看清楚 我最后告诉你 我的太太是苏清荣 现在是她 以后 也只会是她 我现在只想夫妻两个人感情和睦 所以 请薛小姐以后别再自作多情了 也不要再甜不知识地凑上来 要是再有下一次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陈家宝 啊 好 可能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那么爱你 苏清荣 都是苏清荣害的 苏清荣 你别碰我 苏清荣 你别碰我 回家了吗 我想去剧组演戏 我是因为 你答应了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我了 或者跟我说的 我还以为 你会问我薛盈盈的事情 明明今天下午在剧组 我和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你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对 我想让你听见 从今天起 你禁足王子天月 没有本王的勇气 不得外出 没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 我不想再折磨自己 节外生枝 好 苏清荣 原来跟我在一起 是让你这么痛苦 那就没变好了 小春 这一事我们就放过彼此 不要再胡相折磨 你怎么来了 苏清荣 你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有必要 我必须地告诉你 我跟薛盈盈 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更加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其他女生也一样 当初娶你 虽然是奉了奶奶的意思 但如果我不愿意的话 没人敢逼我 所以 萧承风对原主才是 萧承风会当中 万年年为乎 也是因为原主的关系 我知道 你知道 如果皇城以前的你 会是什么 你会完全不理我 保护空气 应该说 是平等的 我是能够的 更加不可能 若我牵着你的手 还想要亲你 萧承风你 苏清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你这么厌恶我 但请你相信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也不会出去 沾花惹草 我会保护你 所以 你以后不要这么 排除我 好吗 那你答应了 答应了不能放回的 苏清荣 苏清荣 你真的是越来越会 作妖了 连那性子这么不要脸的 事你都干了 你跟我哥怎么还不离婚啊 祖母母亲小姑 不好意思啊 我去演戏这种事呢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 可是萧承风 他已经答应了 我哥同意 那是因为他宠着你 由着你坐 堂堂萧家少奶奶 出去抛头露面 卖萧赚钱 你知道多少 侯门世家在背后 戳陈风几两股 笑话大妈 简直是丢我们萧家的脸 来 清荣 来 坐 我倒是觉着呀 这个拍戏 也没什么 我孙媳妇啊 长得这么漂亮啊 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女明星 天天在家待着呀 可惜了这张漂亮的脸蛋了不是 谢谢祖母 妈 奶奶 怎么了 我的话不管用了是吧 人家陈风都同意 清荣去拍戏了 要不 你们去跟陈风说去 出去见见世面那也好 做就做好 别给咱萧家人哪 丢脸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奶奶 你要敢弄出什么丑闻 给我个丢脸 我第一个把你赶出去 好 小姑 我一定会谨言慎行的 可是奶奶呀 只担心一点 这个拍戏 好像也很忙的 陈云 之前进组啊 每次 都有两三个月 你看 你和陈风啊 刚结婚没多久 这个陈风 天天待在公司 十天半个月 见不着人影 哎呦 你说奶奶我 什么时候 能抱上虫孙子呀 啊 虫孙子 对呀 奶奶可是天天盼着呢 我是想啊 趁我这把老骨头 入土之前呢 能得一两个虫孙 哄哄 不着急奶奶 我跟青蓉都还年轻呢 顺其自然 有了 我们就要 好好好 奶奶就怕你们呀 不想这个事 只要你们呢 能要 奶奶就放心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今天我太太 第一次去剧组 我得给你保驾护航 夫人 萧总本来 有个很重要的临时会议要开 这为了送你去剧组 硬时退到下午了 回来的路上 还让我开得飞快 生怕你自己先去了 其实你可以先给我打电话 问一下的 要不你先看看手机 我手机放在卧室了 我不太习惯随身携带 错过了你的电话和消息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啊 什么也错过不久 看剧本呢 在天空下 交换青色的告白 哪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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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要不 我帮你对对心 也行 王爷 眼神迷离 紧紧地抱住了王妃 伸手 慢慢摸上了王妃的脸 王妃眼光湿润 深情地吻了下去 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要是在现场这么拍的话 你一定会被红岛那个现场爆狂骂死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了 你想亲我 我亲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别人可以亲你 我是你老公 我不能 我那是工作需要 是演员的专业素养 你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工作需要 我怎么可能让别人亲我老婆 你说什么 哦 没有 我刚才 碰巧和红导师的个饭 他顺便就把笋给我的 三千万 夫人 这对于一个新入行的演员来说 已经非常高了 我知道了 夫人 您不知道 是萧总 专门请红岛吃的饭 帮你谈的片长 方助理 话咪了啊 谢谢你啊 确实有口头谢谢啊 其实呢 我还是更喜欢行动派 那你提 我看我能不能做到 我也不要求你以身相许什么的 你就简简单单 方助理 不该看的别看 好的 我暂时演一下 嗯 嗯 你电话来了 不用管的 不管 继续 万一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啊 我公司花这么多钱养这么多人 不是养费用 不用 继续 嗯 我有电话 喂哥 那个打电话他不接呀 小陈云 我保证你下部剧会去撒哈拉拍纪录片 啥哥 你 不是我 请我一个吻 嫂子 我哥呀 去找红岛把吻戏都改了 啊 万万没想到 我哥那个鲸鱼霸桶 也变成了为爱发电的老宿坛子 嫂子 这多亏了你啊 红岛 我老不喜欢演戏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 我只有一个要求 在剧组 务必要确保我太太的安全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萧总领放心吧 我们整个剧组 会全力保护好萧夫人的安全 这个动作戏 打戏 危险戏 我们都有替身上 绝对不会让萧夫人少一根头发丝 那我就放心了 来吧 我给大家买了点下午茶 好 谢谢 来来 萧总请大家喝下午茶了 哇 下午茶这么好 不对 我们要感谢轻柔 我们是占了女主角的光啊 是是是是 谢谢轻柔姐 谢谢轻柔姐 感谢轻柔姐 谢谢轻柔姐 谢谢轻柔姐 谢谢轻柔 谢谢轻柔 好喝 是吗 我喝喝 是还可以 不轻柔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陈锋哥 只能是我的 各部门准备 下一场无打戏 导演 您找我 轻柔 下一场是打戏 有危险动作 给你安排了替身 替身 导演 我不需要替身 我能自己演的 不行 我们全剧组 都要保护你的安全 如果出现什么岔头 萧总容易把我们团灭 红导 您为什么找我演战王妃啊 因为只有你 才适合这个角色 那不就对了 只有我亲自演 才是战王妃本妃 更何况 导演你都没有看过我的武戏 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其实啊 我是有一定武打功底的 应该问题不大 那行 那你先试试吧 那苏老师 咱们找五指练下动作吧 好 谢谢导演 来 现场准备 三 龙党 你能给我讲讲这场戏吗 薛大小姐 我已经被迫让你进阻了 就这么点心理也整不明白吗 你看人家清荣 那么优秀 那么有天赋 还那么努力 你好歹自己也能努力啊 不要再拖我们后腿了 拜托了啊 苏清荣 我看你还能笑多久 薛大小姐 按照您的吩咐 一切都办好了 几把刀全都开了刀锋 没被人看到吧 当然了 我办事您放心啊 苏清荣 让你跟我抢男人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这打戏 当然必不过 一个不小心被刀刺着 不死也残废了 我就是要他死 薛大小姐 这一次 我可是担了很大的风险 五百万 已经达到你的卡上了 多谢薛大小姐 各部门准备 三二一开始 苏将军通敌叛国 给我拿下 我一位顾的 这动作 这动作 这身手多么优美啊 这就是我要的样子 好 大嫂 卡卡卡卡卡卡 快打120 哎呦我的天哪 咱们还出事了呢 该死 苏清荣 竟然让你躲过去了 红导 你当时是怎么够保证的 小佛 对不住 这道具那边出了问题 本来说这些刀没开刃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些刀都开刃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自杀了 别不信 我们一定会给你和夫人一个满意的大伙 帮主 你去场 我给你一天使务必把害我老婆的凶手给我揪出来 是 小总 嫂子呀 你要吓死我呀 你这是没出事 你要是出事了 就我哥那脾气 能把我当场嘎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真的 你是没听见 就刚才 我给我哥打电话 我说 你受伤了 进医院了 你猜怎么着 他声音都抖了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 嫂子 我万万没想到 你的打戏 竟然那么厉害 那叫什么 英姿萨爽 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除了伤口有点深 没什么大碍 那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 这几天 注意清淡饮食 伤口并免泡水 多休息就好了 好 谢谢医生 我看看 小陈锋 我没事 哥 嫂子说 说 说她没事 那你还不赶紧去把 害你嫂子的凶手 查出来给她报仇啊 是 我 我正要去的 哥 照顾好嫂子 我没事 这都是一些皮外伤 这还没事啊 这是有人要害你命啊 你知不知道 我大概知道是谁 害她 薛颖 你 你真的 要对她动手 人家可是你的小青梅 不管是谁欺负你 都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肖总 查到了 背后主使是薛小姐 看来我还是对她太仁慈了 去剧组 是 苏老师 您看一下 这件衣服合适吗 合适 前世今生 皆其余 缘其余 大德者 苏老师 苏老师 我们先试试吧 不用试了 就她吧 那我们先换上 你先挂着吧 我先做头发 好的 说起来 这还要谢谢小青梅 如果不是她答应我进剧组 我也见识不到这么多 那我 是不是也应该 赠她一些东西 作为谢礼 可是她什么都不缺呀 送她些什么东西好了 苏老师 你在说些什么呢 五万 我在背台词呢 开门 不可以 里面有人 你先来 小小姐 苏青蓉 你这个不要脸的 我的东西 你都要抢啊 苏青蓉 你这个不要脸的 我的东西 你都要抢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化妆间 一直都是我在用 这是女主的化妆间 薛小姐的在外呢 正好我画好了 如果薛小姐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可以借你用力 你这是什么口气 你实在失守我 你猜呢 薛小姐不用害怕的 我这个人呢 不喜欢动粗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不信 怎么没一件刺死你啊 薛盈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早就已经夹起尾巴坐柳 我都还没来得及找你算着 你倒自己找上门来 怎么 你偏要找我不快吗 什么意思啊 剧组的刀开刃 不就是你背后指使 你别虽口喷人啊 才没有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有没有做 你自己洗礼器 我当然清 就是你自己 我该倒霉 我该倒霉 你有完没完 你以为我是谁啊 刚刚薛盈盈来过 我早得很 是 老公带你帮出去 红岛 我来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戏不是这么演的 它需要有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 懂吗 薛盈盈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别吐他 陈峰哥 你别听苏清荣胡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都是他诬陷我的 你收满的造具师 都被警察抓走了 你马上就可以和 一起去 陈峰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这可是在组里 我可是女二号呢 你不是说我吗 陈峰 哎 我看 你马上就要重新找女子 可以呀 真的 我早就看你不熟了 你什么狗屁眼睛 我早就想把你换掉了 陈峰哥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 这一次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小陈峰 我爷爷临终前嘱托 你要照顾我的 你就这么对我吗 薛小姐 小陈峰又不欠你一句在说 说到底帮你是情 不帮你是本子 听见我老婆说脱了 好的 苏清荣都是你 我跟你拼了 薛小姐 事不过三 你好自为生 我老婆今天戏 拍完了吗 拍完了拍完了 就是没拍完也拍完了 那我们先走吧 好 下次有机会 吃饭 好好好 慢点啊 小陈峰 我自己来吧 听话 我轻一点 你忍一下 马上就好 谢谢你啊 又只是口头感谢 小太太 是这样的味 记住了 以后就要这么结婚 灯徒子 那也是你的 我也去洗个澡 你不会再期待 发生点什么 小成风 上一世的 如果能发现 在这儿玩 我看有多好 我就不会被人嫌恨 被人吓唬 最后不连连的死 你才打死 小成风 你练过轻功啊 走路怎么没事啊 小蒙蒙看吗 看 我 我看去吧 啊 啊 抱歉 有什么好抱歉的 你可以随便看 赶紧穿上 赶紧穿好 上风败俗的 小太太 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又是武刀 又是弄箭的 我都要被你吓唤了 我有点饿了 我有点饿了 我去拿点吃的 我去拿点吃的 小狗 苏青蓉啊 苏青蓉啊 苏青蓉 你怎么能跑呢 堂堂湛王妃 什么没见过 太没有出息了吧 嫂子 怎么了 鬼鬼祟祟的 你们肖家人 走路都没有事了呀 嫂子呀 我是过来跟你分享八卦的 八卦 嗯 我哥呀 把薛家给收拾了 薛盈坐了牢 薛家呀 彻底破产完蛋咯 是不是很金宝 我跟你讲 还得是我哥 我哥那个冷酷霸总一出手 反派全都吓成狗 是 你哥确实很厉害 所以呀 你得好好感谢我哥 啊 什么 哎呀 我哥你说轻语广欢的这么多年 没人嘛 你懂的 嫂子 走了 啊 我一个穿越千年的湛王妃 有什么没见过 哎 区区男人 萧承风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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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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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帅 噓 我們只是協議夫妻 可是 我不想要協議夫妻 我想要 好想等 你 你的眼睛 想像亮晴晴 吸引我 有時候去 不想清晰 做好準備 想像 我想 想 想 你 吼 早安 小太太 早 嗨大嫂 你覺得我今天演得怎麼樣 都結束了還在聊 你覺得我今天演得怎麼樣 小董 車裡有備用的 要不要換一下 不用了 就剛才給你拍的那場戲 不錯的呀 聊什麼呢 不準備 休息會兒 不用了 我和晨雲聊戲呢 今天演得特別好 別那麼大嫂 大嫂覺得演得不錯嗎 哦 對了哥 大嫂天天又被紅腦夸了 演得可好 我敢打賭 大嫂指定一夜爆火 好啊 那我就期待我們家湛王妃 火爆一六圈 走吧 去休息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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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那我呢 你是什麼身份啊 好好好 我什麼身份 我是電動炮 我行了吧 還是八百瓦 你應該快殺青了吧 啊 快了 看不出來啊 我老婆看著西皮那肉的 實際上什麼武當弄劍啊 打架演戲啊 是樣樣才好 還好我心臟承受能力強大 不然遲早被你嚇死 你就活廣了 嗯 小成風啊 我覺得呢 我們有必要達成幾點共識 第一 我不會害小家 第二 我喜歡演戲 我希望能夠自食其力 靠自己闖出一番視野 我一直很支持你的視野 不過呢 自食其力就沒必要了吧 我養個老婆還是可以的 小成風 我真的很大難的主意啊 啊 怎麼回事 有點 啊 你幹嘛啊 你都累成這樣了 拍什麼拍 回家了 放我下了 我說了不拍了 回家 不行 啊 啊 你幹嘛 不讓你走 我要去拍戲了 放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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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呢 方助理啊 二少爺 哎 別別別 怎麼不進去啊 二少爺 你現在進去 估計真要被大少爺 外派到撒哈拉沙漠 拍紀錄片了 這光天化是冷冷乾坤的 這父親倆太刺激了吧 蕭總 蕭總 可終於開婚了 啊 我的天哪 我說了不准去 說了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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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等有時間 我親自給你釀一壺酒 交杯酒啊 你現在 怎麼這麼油嘴滑舌了 我有話跟你說 我知道 你知道 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 怎麼跟我對著幹 你只知道 怎麼讓我對你擔心發愁 嗯 我不僅知道 我還確認 你說說吧 確認什麼 確認 你寫 你喜歡我 車就被你發現了嗎 這麼明顯 我又不瞎 喝酒 讓我沒有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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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正風 你為什麼喜歡我 我想想 我喜欢你什么 不知道 只要是你 我都喜欢 小晨风 你喝醉了 没有 我知道你是谁 怎么了 没想到 你堂堂萧氏总裁 卖起萌兰也这么可爱啊 苏青柔 我是认真的 我们以后好好的 给奶奶生一个大胖猪孙子 好不好 你忘了吗 我们还有半年之约呢 等半年之后 我们就要签字离婚 分道扬镳了 什么 什么狗屁半年之约啊 我不同意 离婚是不可能离婚的 就那个什么协议 等我回去 我就把它偷过来给它撕了 苏青柔 我是真的已经爱上你了 我已经等待你 我不知道我离开了你 我还我还剩我查了 我只说好你怕产老 我也我也只能这样死产老大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再新女子 那我把公司都给你 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你 方正理呢 我现在就让方正理给你找回去 啊 嗯 你喝醉了 马上喝醉我手机呢 你操我手机了 回去吧 啊 回家了啊 回家了 哎 哥 直线 哎 这这是怎么了呀 有点眼力尖 给你嫂子拿着呀 嘿嘿嘿 啊 别晃我啊老婆 是你自个儿在晃呢 我还晃 哎 我呢 哎 哎哥 哎 我去瞧瞧你哥啊 哎 行不行啊 哎 好好好 这俩人啊 又开启撒狗粮模式 哎 哎 哎 不要仗着你身材好 就随便耍流氓啊 玉染 你这是在 玩火 这是什么霸纵吐狗台词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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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想让你亲我 嗯 也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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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晨风啊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 男人三分罪 演到你流眼 你这是真喝醉呢 还是演的呀 啊 啊 真的 我是真的 苏清荣 以前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你得有多伤心 啊 啊 没关系的啦 这一世 你也不欠我什么 更何况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这里 是你和祖母 还有萧家 给了我家人般的温暖 不够 不够 什么不够 小晨风 小晨风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 为什么喜欢我呀 小晨风 小晨风 真的睡着了 其实 我也挺喜欢你的 你看什么 那你又看什么 看你好看啊 这我当然知道了 我等一下有个董事会 马上就要上班了 你今天去拍戏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随时 好 还挺甜的 你们吃 原来铁树开花 是这德行 嫂子 给 怎么 你大哥又请全剧组喝咖啡啊 对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反正也是你老公请客吧 对了嫂子 你说咱们这马上杀青了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 还挺不错的 是吧嫂子 而且吧 咱们这个戏 刚把花絮放出来 就直接冲上热搜榜第一了 而且这个各大平台还没有宣传造势 这 就是微波鲜火 而且吧 我有一种很强预感 好 嫂子 你 将会是娱乐圈下一位 当红顶流女明星 顶流 顶流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导演多要点片场 那当然了 好 而且吧 这个一线和三线的片场 可是完全不一样 嫂子 你好像很缺钱呀 而且 你从一开始就很在意片场 而且你还找我缺钱 谁跟银子过不去呢 你不嫌多呀 那你找我大哥呀 他呀 那可是活财神 我可不想花他的钱 拿人手 嫂子 你这话被我哥听懂 他得被气的 气绝身亡 所以 你可千万不能跟你哥说 保密 对了 陈云 那个 我想上传一个视频 就是怎么把这两个视频合在一起 你教教我呗 简单 这样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软件 哦 嗯 你先打开啊 你们你们 干嘛呀 青龙姐二少爷 你在干什么 我在 让陈云教我剪视频 那剪视频就剪视频 你们不要这么轻易 外面有很多记者 那万一搞出什么新闻来就不好了 拍什么 我们俩光明正大的 有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觉得吧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毕竟咱们剧组也刚杀青 外面人多嘴碎的 别再传出什么妖蛾子来 这样 我先联系公关 让他们来一份新闻部 好吧 哦 对了 今天晚上咱们的杀青宴是在蓝港那边 哦 那个红导让我来通知一下你们 哎呦 谁的剧组这么和气啊 去七星级酒店去办杀青宴 还是要多谢我们亲容姐了 哈哈哈哈 啊 又是小成风那个冤大突净吧 我哥呀 现在从工作狂魔变成了宠妻狂魔喽 小总 你看一下这个合同 方助理 我正找你 小总您说 你说 今天晚上我给夫人准备的杀青宴 太太应该会很开心吧 那当然开心啊 小总 还有 我还给太太准备了礼物 太太应该也会喜欢吧 肯定喜欢 咱这个合同啊 方助理 我发现你一天到晚怎么跟个工作机器 天天合同合同的干嘛呢 多谈谈恋爱啊 啊 小总 您也是才铁术开花的吗 我懒得搭理你 咱还有个会呢 我这一生没事 非常帅气 那就 可以退职到明天晚上 今天 我要去我老婆的杀青宴 真的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这妥妥的 言情小说霸道总裁的即使感 夫人 一定会为您倾倒的 干嘛呢嫂子 怎么不进去啊 等人啊 等谁啊 你说呢 等我 那我现在进去了 还知道等我了 嗯 我这身 没问题 挺好的 萧总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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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孙媳妇 嗯 来来来 今天好漂亮呀 祖母 祖母 你怎么才来啊 这不是为了你第一部戏杀青吗 奶奶在家呀 嗯 刀吃了一下 给你撑场子 谢谢祖母 祖母 有你在 我就有底气 走吧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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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这个衬衫是不是穿的不太合适啊 大哥 你完蛋了 你呀 彻底沦陷喽 你还是把嘴给我闭上吧 你还是把嘴给我闭上吧 大哥 你说你这么凶 别把嫂子给吓跑了 哎 萧陈云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嘴不这么碎 好好好 我闭嘴 我不说话了行了吧 我好累啊 比当王妃还累 喝点水 你慢点你别噎着 我好累啊 比当王妃还累 话说你最近不忙吗 忙 我公司一堆事儿 今天还有会要开 哎 那你这么忙 怎么还有时间 来剧组打卡瞎转摇 萧陈云啊 他说你是闲眼包 你个碎嘴子 我 我又怎么了哥 我这哪能叫闲眼包啊 我这明明就是要在老婆面前刷好感动啊 小总 注意点啊 这是公共场合 大家都看着 公共场合怎么了 我们可是合法的企业 合法亲密 没想到 这么可爱 你更可爱 哎呀 看不了一点啊 萧陈云信不信我回去把你嘴缝上 原来两情分裕的爱情是这 今天呢 是咱们湛王妃杀青大吉的日子 欲祝湛王妃收拾长虎 来干杯 干杯干杯 哎 下面有请我们的萧总 为大家致辞 鼓掌 那我 说两句 首先呢 先庆祝大家杀青快乐 红岛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 最厉害的 还是慧眼识珠 一眼就认定了这部剧的女主角 也就是我的太太 苏清荣 借着今天的机会呢 我想对她说 苏太太 我是你的头后英秘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来 好了 敬你呗 是敬大家 哎 什么规矩 没干净吃饭了吗 都出去 来来来 咱们听我们的 这不刚给杀青吗 哪天喝点呗 轰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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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道 不好了 嗯 我们被人黑了 后拍的视频现在留在满天飞 已经上了热搜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轰道 什么情况 小先生 小夫人私下和你弟弟关系特别密集 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请问你们会不会因此而离婚呢 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警告你 要是再敢乱造我太太的谣言 准备收我萧氏集团的律师函吧 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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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这帮记者是不是你以前过来的啊 我是说今天杀青 请他们来宣传一下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完了 这回彻底完了 少奶奶 大少爷刚刚打电话回来 让你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 他都会解决好的 我知道了 是 老夫人 太太 你们过来了 清荣呢 少奶奶在房间休息了 去给我把她叫下来 给我通知消失的公关部 夫人的热搜和爆料全给我压下去 然后 赶紧去查出视频到底是谁发的 哎呀 怎么了 大少爷 老夫人和太太 还有少小姐 都来了 在楼下等着少奶奶呢 不用告诉太太 我去就行了 啊 是 清荣 你就好好休息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都不用管 奶奶和妈那边 我会应付 全部交给我 不用了 当初是我非要去演戏 还答应了奶奶 不能给萧家抹黑 是我食言了 就让我自己去面对吧 我 我 我 你 這個意思嗎 那你剛才什麼意思啊 你說給誰聽啊 你說給誰聽啊 對不起 這次是我不夠謹慎小心 沒想到給大家帶來這麼大的麻煩 我一定會想辦法解決的 你解決 蘇慶蓉 你才搞笑嘛 你就只會躲在我哥背後哭嘰嘰的撒嬌 又還不是我哥幫你解決這些爛攤子 菲菲 怎麼跟你大嫂說話 本來就是 你就是一個中台不中英的花瓶 行了 清蓉 這件事奶奶知道你是無辜的 但是事情鬧得如此大 不是你一個人就能解決得了的 陳峰啊 你過來 這件事啊 你一定要動用 蕭氏集團所有的資源去查 一定要做好 還你媳婦啊 一個清白 祖母 我 清蓉 這段時間 肯定會有許多記者藏在咱家門口偷拍 你呀 就待在家裡別出門 正好啊 這段時間好好休息休息 唉 倒不為別的 奶奶就是擔心啊 有人會傷害你 你是我們蕭家的媳婦 別讓人啊 欺負了去 聽奶奶的 聽奶奶的 你的安全最重要 出門 還嫌不夠丟人呢 哼 要是我 挖個坑 把自己埋了算了 媽 清蓉 我知道了 我會按你們說的做的 祖母 母親 我有點累了 我先上樓休息了 奶奶 媽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查清楚 你們放心吧 我去看看她 事情辦得怎麼樣呢 少小姐 這只是開胃裁 更勁爆的還在後面 好 我要蘇青蓉死 拭目以待吧 呵呵 好 很好 呵呵呵呵 最近那個戰王妃你們看了嗎 哇 超好看 我的天 聽說 主角是香氏集團夫人呢 我看 更像是從古代穿越來的王妃 我要去追了 大嫂 發什麼呆呢 陳雲 給 這個提拉米酥可好吃了 聽說呀 吃甜食心情能變好 嗯 不用了 我沒什麼胃口 你還是留著自己吃吧 大嫂 我就是想問問你 你真的打算吸引退圈了嗎 你在說什麼 你說啊 咱們這個戰王妃 剛一播出就全往爆火 而且啊 你現在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線女演員了 我就是覺得吧 如果你現在放棄的話 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什麼時候說過 我要吸引退圈了 啊 沒有嗎 沒有 哦 那為什麼 你拒絕了紅島下一部電影的女主角的邀約呢 而且戰王妃的後期宣發活動 你也沒有去 是你哥吧 你特意來告訴我 是不想再看到我像個傻子一樣被蒙在鼓裡了是嗎 他都沒有問過我 他憑什麼替我自作主張 大嫂 你先別生氣 我覺得吧 我哥的出發點絕對是好的 而且 他就是霸道總裁 大男子主義 你也知道他 為了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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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像一個傻子一樣蒙在鼓舞 為了我好 他把我關入這囚籠裡 怎麼 這就是他說的以愛為名嗎 大嫂 我覺得吧 你們之間絕對有誤會 要不 你們再好好溝通溝通 絕對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我不想再受他擺佈了 大嫂 估計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認真搞事業的樣子 簡直自帶精光呀 而且 我還想抱大嫂的大腿 勇闖娛樂圈呢 好 大腿給你抱 真的 太好了 不愧是新人 嗯 謝謝你 嗨 小意思 叫你呢 好 下次和你一起去 苏星荣 打扮得妖里妖气的 又准备出去归宜谁啊 你能不能要点脸 别仗着奶奶护着你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 这次 我一定要让我哥跟你离婚 小姑 你作为一个大家闺秀 一直都这么没有教养的吗 你 你 你给我站住 夫人 夏成风呢 萧总在开会 我找他有事 夫人 不好意思 两位 我有急事找你们萧总 今天先到这儿 出去吧 方助理 去倒杯水 是 不用了 我说两句就走 很快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三千万 这是我在剧组的全部工资 还请你五千万 我可没有让老婆上交工资的习惯 倒是我 我应该把工资卡给你 我不想请你 夫人 你的水 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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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回去 这八千万 我本来打算在半年内全部还给你 苏清荣 我根本就没打算让你还这笔钱 可是我打算还 我们俩营货两欺 不再亏钱 我那是在保护你啊 保护 你话说的可真好听 把我像金丝雀一样的换你 那就叫保护吗 算了 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放过彼此 我不想再当谁的吐司花 苏清荣 你最好考虑清楚了再来跟我说话 萧承风 以后我的世人都与你无关 你也别来干涉我的公司 苏清荣 你的手不疼吗 我知道 你现在在生我的气 等你冷静了 我们再好好练吧 我现在很冷静 萧承风 我们离婚 总有一些话 来不及说 总有一个人 是星空的珠珊 想起那些花 啊 是 事情 我还能看到 你现在是 它是 然后 我现在是 你和萧承风说 离婚协议 五千好字就给他 清柔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是的 还希望导演能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出演宁兴电影的女主角 漂亮 我就说嘛 我绝对不会看错你 你不像那些小演员的 一天也不琢磨戏 天天就想调个金龟婿 加入豪门 这阔太太哪是那么好当的 往往啊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 这一世 我决定为自己而活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还能这么通透啊 那还劳烦红导 替我讲一讲这个新电影的内容啊 这是一部大情怀的电影 讲的是女主的父母孩子 乃至整个家族都被害了 女主去复仇 去计划 去不顾一切 是被杀 是痛苦 是煎熬 是疯狂的状态爆发 我知道这个角色确实不太好演 没有亲身的经历呀 也演不好 他需要强大的代入感和体验感 我亲身经历过 你说什么 导演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琢磨这个角色 这次机会 我不想错过 beautiful 我就说嘛 你是最棒的 正好 今天我把合同都带来了 你看一看 没什么问题 咱们一起签了吧 好 导演 这个片酬 一个亿 红导 那预祝我们 第二次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Cheers 这张王妃 是什么美强惨啊 她这自己儿子 为恶毒白脸化 一副一副虐伤 自己还被心爱的男人 被家都害死了 这个狗王爷坚持不是人 她根本就配不上我大嫂 不是 她配不上张王妃 妈 我决定了 以后 我就是大嫂的真爱粉 我来保护大嫂 我为大嫂 举大旗 好好好 我也是 我再也不为难她了 她做得确实还不错的 张妈 我让我大嫂回来了 你给她弄些吃的 我这就去准备 你们母女俩 在这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呢 妈 我以后 也定情容金儿媳妇了 哦 到现在 才肯认人家 缓了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嫂 大哥我大哥吵架了 吵架了怎么办 哎呀 张哥怎么办呀 行行行行了啊 你知道吗 走 青蓉 你回来了 大嫂 你饿了吧 我让张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糯米偶 不用了 大嫂 害怕了 是啊 刚刚大嫂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垃圾一样 我还真以为是 张我被附体了呢 给我吓坏了 我都说了 大嫂人不错 你们还不信 还天天让让着要把人家赶出去 现在好了 大嫂不要大哥了 啥也了吧 天哪 这个怎么办呢 怪我 都怪我 给大哥打电话 陈锋 你在哪啊 赶紧回来哄你老婆 要不然把人家气走了 下半辈子你就打光过吧你 哎呀 快快回来啊 十 九 八 七 少奶奶 别叫我少奶奶了 以后我就不是萧嫁少奶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大哥 你还卡点呢 人呢 楼上 快去 哥 你加油啊 把嫂子留下来 少奶奶 苏星柔 小正风你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不放 放了你就跑 你不放开我 我迟早要跑 马不停蹄地跑 我已经处处让步了 你想演戏 我同意你演戏 我出此 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 别闹了 行吗 你觉得我才闹 那不然呢 小成风 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活有我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梦想 我想为自己好好活一次 而不是再做被你禁锢的金丝雀 你明白吗 对不起 我 生活 也不 customer aco 有 你。 有 你 对吗 啊 和你没有关系 以前我没有要跟你计较的意思 以后呢 你还是可以叫我姐姐 那是因为我吗 妈也反省了 以前对你太苛刻了 以后咱们婆媳好好相处 妈 我再喊你一声妈 很感谢您这么对我说 但是我趋意已决 这一世 我不知道自己能再活多久了 我想再为自己努力一次 菲菲 你让她走 哥 你做什么要啊 你这都要离婚了 你还死牙子嘴硬 硬撑撑的 哥 我真的爱大嫂 你不要她 我要她 陈凤 人要真走了 有你后悔的 你们这是 集体倒戈了 萧总 咱们俩现在这造型 好像变态跟踪狂 闭嘴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 我就把你迈到非洲挖矿 我闭嘴 我闭嘴 苏清荣怎么还没到 平时不都是第一个倒戏组 还天天打扮得那么好看 听说这部剧的男一号 最近天天在她面前当闲眼包 气死我了 不止啊 夫人上朝 发微博庆祝单身 那网上的粉丝们 都喊话老公疯狂求嫁呢 老公 他们喊苏清荣老公啊 对啊 那湛王妃里 夫人可是英姿萨爽 帅气逼人 啊 气死我了 这臭小子居然敢摸我老婆的手 萧总 那是在演戏 我知道是在演戏 我生气不行啊 你这个样子 那夫人更不可能跟你和好 你闭嘴吧 就那个什么 叫什么 就那个男的 叫什么叶绍阳 一个小时之内 我要他所有资料 你聋了 你让我闭嘴啊 滚 萧总 苏小姐 您上周官方宣布单身 请问这是否意味着 你跟萧先生的婚姻关系 已经正式破裂了呢 传闻说 萧先生是契约婚姻 是真的吗 据说你已经搬离了小姐 可萧先生一直为公开透露情况 里面是否另有影情呢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是颁奖典礼 这是私人问题 不方便回答 你们可以直接去问萧先生 请您回答一下吧 萧先生来了 萧先生 萧先生 你好 来这儿找场子 你倒是挺得意的 我就是装容得意 红导 我们入座吧 少阳 走吧 谢谢 你能不能有点眼里劲啊 你看着萧总恨不得要吃了你啊 可我就喜欢轻柔饼 你不想活了 你 离我远点 走走走走走走走 老男人 不要欺负小鲜肉 你说谁是老男人 是你自己对浩如做的 苏星龙 这一天天的就知道气我是不是 我这被你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 你摸摸我的现在就跳得多快 多快 2024年 本年度金融奖女主角得主是 苏星龙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这是我出道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奖 但是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一个人 不见你上去领奖呢 更是属于湛王妃整个剧组的 小鲜肉还是太年轻了 非常感谢红导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出演湛王妃 也非常感谢五指老师一直细心的指导我的武戏 感谢湛王妃剧组的全部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 感谢给我机会出演湛王妃的红导 苏星龙 不管是这一事还是圣一事 都要杀了你 小总 现在去开会吗 方助理 问你件事啊 你说 你说 怎么样才能让一个女孩对你回心转意 行了行了 问你也白问 单身狗 小总 我查到了 送花送包送珠宝 通通都送 行动要对 态度不能废 该装孙子装孙子 咱们呀 一三下四一点 那不行 那我不成了无能废了 是啊 太丢档次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去开会吗 去花店 不好意思 不让进 你疯了吧 连我们萧总也敢来 这 我知道你是萧总呀 这苏小姐都说了 说什么 谁都能进 就您不行 少阳 姐姐 你穿古装像极了古代人 因姿洒爽 引起逼人啊 谢谢 我想以后都跟你学习学习 可以吗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说好了 嗯 怎么了 后面有人在追杀你啊 还不是因为你不让我进去阻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开玩笑 谁拦得住我 嗯 喝点也行 叶少阳给他 叶少阳给他 我不喝 我不喝 你 也不准喝 小晨风 你还是这样 我们俩没得了了 以后 你就别来我们去 我改还不行吗 我改还不行吗 嗯 我们呀 马上就要开拍了 你哪凉快 待哪去 那我 在那等你 随便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高部门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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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晨风 小晨风你没事吧 小晨风 小总快打120啊 好好好 起来别动 哎呦我的弟你别瞎回啊 120啥热道啊 小总 夫人给你缴费呢 我就说吧 他果然开始心疼我了 可不是嘛 你连苦肉剂都用上了 你说 他应该不会发现吧 应该不会吧 哎 对了 小总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 再给您汇报 关于薛盈盈的 薛盈盈 她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吗 对 但是我刚才打听到 前段时间 她确诊了精神病 被人保释出狱了 你的意思是 她现在不在牢 对 我怀疑 她精神病是假 想要害您和夫人 她是真的 去给我查 查出血盈在哪 好 夫人 别叫我夫人了 呃 我现在有急事出去一趟 萧总就拜托您照顾了 别装了 医生都说了 只是腰上擦破点皮 又没有断胳膊断腿的 你趁我现在心情好啊 跟我聊一下 不聊 不聊 那我走了 嗯 嗯 我怎么睡着了 嗯 你怎么来了 你 你不是要聊聊吗 那现在聊呗 萧总 我 我最近 喜欢小鲜肉 啊 要不萧总 尝试一下 打扮的 邀气一点 小鲜肉 骚气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老婆 我今天这身 够不够小鲜肉 非常骚气的小鲜肉 可以男团出道了小总啊 照顾总说你能当我肉 哎哎 老婆 不过 老婆 老婆 娘 我一个人 不可能 不是 好像 什么 把我给你 现在 让你让你 这是什么 恋爱协议 甲方苏清荣 乙方萧尘封 今达成恋爱协议一年 期间除去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的分手就可以结婚 并保证男方不得干涉 女方的适应工作 不得私自替女方做任何决定 如有违法 协议立即失效 婚恋关系破裂 你呢 你不考虑一下 我考虑什么呀我 我再考虑老婆都真没了 快给我 到你了 女朋友你好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 你好男朋友 别别别别 我是真想上厕所 你借我洗手间用一下呗 小总 你这个借口也太烂了吧 哎哎 你 淘气 喂 小总 还没有找到薛盈盈 但是已经查到 给薛盈盈保识出狱的人是谁了 谁 陆元 薛家破产之前的司机 剧组里背后 给夫人下黑手的人也是陆元 是我的 年轻 Aujourd 我们能不能抓 Govern 我这个手的抖法 打人 可 tens了 我也能抓到 所以走了 不是 certified 乒乓人 糟糕 终多 我 小总 我已经报警了 要不 你去门口守着吧 是 小成风 别怕 我来了 贱人 你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什么都没有了 全都是因为你 小悠悠 闭嘴 不然我的刀可就要划破她的脸了 好 我不动 你有什么想要的 说 成风哥 你现在才问我想要什么 不觉得太晚了吗 不晚 你尽管提 那我想想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拿到手了 查密 你要她干什么 有了她 我就能回去了呀 有了她 我就能回去了呀 你也是穿越她 苏青蓉 你没想到吧 一千年前 是我杀了你 一千年后 你还是要死在我手上 是我让你中毒 不得好死 薛盈盈你别冲动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杀人是犯法的 会坐牢的 怎么 你舍不得了 小辰风 我那么爱你 你也很爱我的呀 你还娶我做了侧妃 你能全心里 来罗宋 罗骨喧天 高堂之上 你把我扣在怀里 喊着我的名字 多温柔啊 可是你 为什么你要背叛我 为什么要跟苏青蓉在一起 就是要他 哈哈哈 我要他死 死 如果爱曾存些温度 这场梦会自动退出 醒来后啊 留你一脚步 别走啊 远远故事 小辰 爸爸 你的小朋友是不能过来的 我也是嘛 你是穿越过来的 爸爸 怎么是穿越呀 就是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我们都注定是一家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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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